大家好我是En 欢迎《失体观星仔》的频道 今集跟大家介绍的艺人是 TWICE的主领舞 平井涛 萌萌 1996年11月9日 萌萌出身于日本关西地区的京都府 家里有一个喜欢跳舞的姐姐 亦因为姐姐的缘故 所以小时候萌萌就已经对跳舞产生了兴趣 當時的 Momo 和他姐姐和其他喜歡跳舞的朋友組成了舞團 Barbie 2011 年近以四人舞團的身份參加 Superstar K3 的日本區預選賽 在預選賽中表演前輩 2NE1 的 Fire 當時只有15歲的 Momo 樣貌相當清潔 膚色亦比較黑,舞蹈和風格亦不是那麼成熟 但可以見到當時 Momo 為夢想努力的一面 雖然最終落選了,但對於 Momo 來說也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之後由於 Momo 和他姐姐上傳到 YouTube 的跳舞影片 被 JYP 娛樂公司的人看到,於是去了 JYP 進行試鏡 2012 年 4 月 13 日 Momo 正式與 JYP 娛樂 簽約,開始練習新的生涯 而 TWICE 的成員 SANA 亦在同一天成為 JYP 的練習新 Momo 在出道之前已經參演過其他前輩的 MV 包括 GOT7 的 Stop Stop It Miss A 的 Only You 都可以見到 Momo 的畫面 2015 年 JYP 娛樂 和 Mlet 合作 推出女團選手節目 16 Momo 亦是參賽者之一,而且擁有全體供應 Dancing Queen 的稱號 當時 Momo 的跳舞水平已經比初次選手的時候進步不少 甚至在眾多練習生中跳得最好的一個 無論是跳快歌還是慢歌,亦都很出色 表情亦都很到位 雖然擁有超強的舞蹈實力 但 JYP 卻認為 Momo 的舞蹈展現不出自己的魅力所在 甚至在一對一對決的時候 輸給自己年紀小的練習生 所以一直處於 Minor 的位置 到了團體公演的時候 因為現場觀眾能夠直接投票 決定 Major 和 Minor 的隊伍 而 Momo 位於的隊伍剛好缺少受歡迎的成員 導致宮已經連敗兩場,而成為被淘汰的隊伍 最終, JYP 選擇了唱功實力不足的 Momo 成為 16 第三位被淘汰的成員 當時 Momo 忍不住哭了出來 其他練習生亦都很驚訝 Momo 不單是舞蹈實力最好的一個 亦都是最努力練習的一個 可惜是今日,她要被淘汰 當時除了 Momo 之外 最傷心的莫過於是 Sana 和 Mina 同事來自日本關西地區 一起經歷了長時間的練習生生奶 比起朋友,他們的關係更加像家人 一起出到一直是他們的目標 如今卻少了一個人 出到彷彿失去了當初的意義 然而是 16 的再一集 原定以七人組成的 Twice 卻追加多兩名成員 分別是子余和 Momo 在節目上, JYP 亦都表示選擇 Momo 的原因 是因為 Momo 的舞蹈實力,能夠補足其他成員 是 Twice 不可或缺的元素 經歷幾番波折, Momo 最終也成為 Twice 的一員,成功出道 雖然在節目 16 播出之後 追加成員的部分引起不少爭議 但 Momo 的表現漸漸引證了 JYP 的想法 在 Twice 的編舞當中 周不時可以見到以 Momo 為中心的舞蹈部分 令 Twice 的舞蹈表現力加強之外 亦都可以表現出 Momo 的舞蹈實力 Momo 不但能消化各式各樣的舞蹈風格 亦都能夠完美製作其他男團女團的舞蹈 尤其他男團女團的舞蹈 音樂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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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之後你會發現,除了跳舞之外,魔魔的生命只剩下吃 只要是美食,都會放入嘴裡 最喜歡的食物包括豬腳,步隊鍋和肉類 甚至最近開始想體驗豬的生活 可能因為可以不斷地吃東西 而作有名更加和食有關 只要努力去做,就能夠吃到好吃的東西 這種幸福的想法可能只有魔魔才會擁有 今期的介紹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可以按like 或者subscribe這個channel 我是Ann,我們有機會再見吧